大家好,我是大树 最近红社会又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可接受和原谅的悲剧 中国贵阳市一住户家中突然窜入一个烟花 结果导致大火 业主灭火时发现楼道里的消防栓竟然被钉子堵死了 随即他就索性的砸开消防栓的玻璃 结果里面的消防栓的水管竟然接不上 消火栓的水龙头,怎么接都接不上去 没法接,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验射通过的这个消防 好不容易呢,消防队员还赶到了现场 但是车又进不来 消防队的车到了路口那里以后,它进不来 到最后他们只能把车停得远远的用水管一节一节的接 消防大队现在人来了,他们也没法接这个水 整个这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啊 业主的母亲最终就难逃磨爪,命伤活海 从消防队进来就这么一套小小的房子 把我母亲救出来,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等到救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她没有烧得很严重 她是躲在卫生间里面,她是被活活给呛死的 她那个房间已经烧的全部都没了 就是一场烟花 想要提醒那些 管这个东西的人 人民不是一个一个抽象的名词 她是一个具体的人 因为你们这个女责导致了这个房子 她在我们自救的时候一点半咋都没有 如果假如这个东西多一点点 假如这个东西能用 我们看到时间 我从11楼,我从到13楼,14楼的时候 火起了才五分钟 虽然大 但是,那个时候是有机会的 那其实这样的人祸呢 每天都在红社会上演 在我眼里呢,这绝对不是偶然 再好的编剧都写不出魔共这类剧情 后来啊,这个小伙在处理完后事以后 就发表了一些对该事件的后续跟进 首先呢,她觉得政府给出的后续公告 和态度和处理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呢,她有说到啊 在2022年10月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 同时呢,他们有实名举报物业啊 但是,物业就这么一直拖到悲剧发生 都没有继续跟进 所以啊,该男子平静的说道 要让这群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们应该付出代价 要付出代价 他没有说这群人要付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是要让这群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来回应这个事件 那说明他的内心是无比的痛苦与气愤啊 那甚至呢,在谈到关于物业的赔偿问题时 他更多的说法是要让法律处理这一块啊 因为他们有正常的法律程序 所以呢,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赔偿这一块 言外之意呢,就是啊 他把所有的重点都用在了对付这个物业的身上 虽然呢,他提到了很多物业的安全隐患问题 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啊 那就是这个消防楼道啊 其实是和消防局挂钩的啊 而物业之所以把消防设备当成装饰啊 就是因为消防设备没有过关 而之所以被强制过关 那就是因为买通了消防局的某些人 而你实名举报了物业啊 在有证据的情况下 政府还能一拖再拖 那这已然说明啊 这里是有官商勾结的啊 那么就说明他不仅仅是挂钩消防局一个单位 所以呢,从一开始啊 他们实名举报该物业的时候 我想公安系统、市政府办公室这些工作单位啊 就已经介入到了这个事件当中啊 而且都有被提前买通了 所以事件才一直没有得到进展 那因此呢 我一看这个男的啊 对这个事件的认知 我就知道社会主义的铁拳 会给他一顿重击啊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和魔共完全不了解 那既然不了解呢 那么就要被淘汰啊 这个呢 我是基于魔共的丛林法则所得出的结论 当然呢 我不是在嘲讽他这个人是粉红啊 而是说魔共太狠了啊 害了别人还能让别人感谢他啊 就只有魔共能做得到啊 所以呢 果不其然啊 接下来的几天 他就遭到了 让他所有理性瞬间崩塌的瞬间 我觉得我这几天过于理性了 我真的过于理性了 我没有找任何一方的麻烦 包括物业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电话 面也不录一下 我不知道就这帮人 这个是其中一个股东 叫陈北 消防不归他们管 不由他们付酒 然后面也没有 电话有没有 当然你们知道吗 这两天就在收集 物业公司的证据 这帮出路一下 你们看这个视频是同楼的 就网巴被烧死的那一栋楼的业主提供我们的 他们物业公司 2023年10月30号 他们到现场检查过 知道消防是有问题的 这样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管 这个视频 物业完全不理他们 这就是明摆着摆烂 那一定就是上边搞定了 下边才敢胡作非为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业主气愤的点 他说这个物业曾经有派人查了这个消防栓 但是呢 这根本就不是事件的重点 因为每一楼的消防栓里的这种螺丝钉 就是这些物业的人打进去的 所以他们检查所谓的消防栓 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 不过这个男的说的这个点 我是非常认同的 就是这群人是畜生 红社会的豆腐渣工程和腐败 那绝对是遥遥领先 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里 都不会出现的豆腐渣的基建腐败问题 但是在红社会 魔供的带领下 他却可以批量的生产 而且害死人绝对不虚偿命 最后我也想借着这个悲剧 说一点点相关题外的内容 那我记得有台湾大逼 问这个油管的一个时政大逼 诸如此类的话语 大概就是离开中国这么久 你们怎么获取消息的来源 怎么在那么多的信息中 确保这些东西的正确性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听上去是感觉有点别扭的 就觉得特别的奇怪 离开多久和对魔供 获取的消息的正确性 它是完全没有绝对关系的 也不是重点 因为魔供害人是真实存在的 就即便有虚假的内容 但完全不影响正常人 对魔供的判断和理解 就好比小粉红痛弛英国钢琴家 就即便钢琴家有所谓的歧视内容 那也不影响小粉红本身的 这种恶和愚蠢 所以啊 我认为魔供干的这些灭绝人性的事 应该是大家普遍的共识 而魔供的一错再错 也就证明魔供是绝对不会变好的 因此呢任何人对魔供的理解 同情赏识 甚至是想靠其发大财 那都是泯灭人性的开始 危险无一例外 好了我是大树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